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说印度如何 印度是一个太复杂的社会 我们只是网上人云云 我劝大家还是少跟着去吵 大家好,我是温铁军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中印边境发生冲突 网上有很多关于印度的讨论 我想大多数人恐怕没去过印度 或者只是旅游、开会 点状的这样的看来看印度 我是一个从进入新世纪以来 去印度至少去过十次了 而且是城市、乡村、东西、南北中都跑遍了 一直没说话 主要是觉得大家对印度的很多议论 有点情绪化 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做点交流 想告诉大家 面对一个十级人口的大国 是应该至少保持一点基本的尊重的 客观的理性的态度 这样我们才能比较理性的去看待 中印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我想提一句 我们不仅是很多次去过印度 而且最近五年 我们是一直在做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中的 有重要地缘战略地位的这些国家的比较研究 我们即将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出版一本书 叫做新兴七国的比较研究 英文叫做Emerging Seven Countries Comparative Study 做这个研究的目的 就是想把在全球化的演变过程中 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所起的作用 所处的地位给大家一个分析 那当然就包括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做这个讲座的目的 在于以我们所调查研究形成的这些观点 来帮助大家更多的理性的客观的 看待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之间的关系 也能够相对理性的来讨论这些关系 那我就进入我的正题了 我想给大家讲的第一讲 首先是介绍一下我们对印度的了解的过程 我说去过十几次了 当然只有少数的是正式的学术性的会议 或者是官方的邀请 大部分其实是我们跟一个在亚洲的组织 叫亚洲另类学者交流组织 这是一个民间的NGO 跟他们之间有长期的合作的关系 因为大家都在开展比较研究 那我们这些不在主流体系内的这些另类的学者 有这么一个交流机会 那这个又和印度方面主办过的世界社会论坛 和他有一定的相关性 那这些呢都因为他不是官方的 所以呢 那当然就有更多的直接渗入民间 和一般的老百姓 和农民和贫民窟的贫民 和一般的这些村里面的这种不同的人群 当然也有和官方接触的机会 就是不多 通过民间的视角来看印度的社会 看印度的发展 恐怕就比较具有另类特点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首先觉得呢 这个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说印度如何 印度是一个太复杂的社会 大家应该就是从一般的Google 或者是百度去搜也能了解到 印度其实作为一个所谓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国家 还是比较晚的事儿 大概是在一八五几年吧 那是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复制于国王或者女王的军队 在印度完成了所谓的国家的政治建设 其实它所谓的国家政治建设完成也只是名义上的 印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充满着多种多样的帮 部落和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 它的那个社会结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能有几千种语言 在这个英国人殖民化占领 或者在荷兰人进入印度 做殖民地贸易 在这些西方人入侵之前 印度是一个高度分散的这么一个地理概念 这种所谓国家内部结构的这个复杂性 可以被叫做一种多元化 那这个多元化呢 并不是人为的 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这么一个地理条件造成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印度洋板块和亚洲大陆的撞击 形成的喜马拉雅山 印度呢 它是一个喜马拉雅山南路的 先是恒河平原 然后再是这个德干高原 它是一个地形比较复杂的这么一个条件 大家也都知道像中国一样 少数民族很多都生活在山区 或者是高原啊 等等等等 在这些 那印度也一样 它的大量的这个部族社会 至今仍然延续着 那主要是在山区 在这个高原地带 那当然平原地带呢 相对而言它因为有灌溉条件啊 所以呢平原地带的语言啊文化 形成一个比较统一比较集中的这样一个体系呢 是容易的 所以它这个多元性使得即使它构成了一个政治国家 但也很难说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的这么一种概念 所以大家应该看到印度这个社会的复杂性 那对于一个国家的演化进步 应该说是内生性的矛盾起着主要作用 那外来的这种 比如说这个印度在1947年建国 从一八五几年到1947年差不多一百年的殖民地的这种国家政治形态 然后演化到1947年通过干地领导的这种所谓和平的不抵抗的叫做boycott 就是拒绝买任何进口货 当然主要是英国进口货 大家就这种抵制的方式 然后迫使殖民统治者在印度无力可图 用这种方式来形成国家 就完全没有就像中国这种靠武装斗争靠革命 打下了一个天下的这样形成政权的这个过程是完全不同的 那因此呢就是1947年印度算建国完成了被世界承认的一个政治国家的这么一个体制了 但它仍然还是内部高度分散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客观存在 大家不必一定要用比如说用西方国家的这个政治国家概念 或者用中国这种革命国家的概念来套对印度的认识 我们可能要多搜集一些资料吧 尤其是多搜一些那些比较了解印度的人 或者长期在印度工作和生活的那些人 了解他们的那些观点 然后更多的去看看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博物馆 对印度成为一个国家 它变成一种国家文化 对这些历史的过程的表述 我们可能才算多多少少对印度有点概念了 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了解 我们只是就是网上人云云 那我劝大家呢还是少跟着去炒 因为那个很容易被人家带节奏 带到沟里边甚至带到坑里边你爬不出来 那说到这儿呢我就觉得 恐怕大家得客观一点 先了解它地理气候各个方面的条件 然后再看它的历史演化过程 然后我们再说它怎么回事 除了这个之外很多人来不来就说 印度种姓制度如何如何 其实呢这个也得适当的说几句 我在印度看博物馆 跟印度的研究人员交流的时候 他们说这个种姓制度不是我们印度本土的 那确实是 你们现在看很多资料 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被很多人嘲笑的这个种姓制度呢 其实是印度历史中很重要的一个改变 那就是它本来它是被喜马拉雅山隔绝的 它很难进来 但是在星都库什山脉这边有一个山口 这个山口呢几乎是屡次改变印度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那就是当大概居今三四千年之前气候发生重大变化 也就是我们出现了所谓大雨之水那个阶段 出现了很大的气候改变 这时候气候改变呢导致北方在草原上生存的民族 它冰雪覆盖气候冷化了 这个气候剧烈变化剧烈波动的时候呢 北方的采集的狩猎的这些部落呢就无法生存 但是北方因为它是大草原 所以他们比较早的发明了浮凑技术 有了车轮就有了车 于是他们就可以从北方一路比较平嘛 就一路南下 然后又恰恰进入青都库什山脉这个山口呢 这一只 大家今天把他们叫做亚利安人 那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也知道一点很多历史故事 比如说当希特勒说亚利安人是最高贵的人种的时候 他也要到青藏高原这边来找亚利安人早先 他们的祖先是怎样过来的 他也要做很多所谓考古的分析 那印度人自己的研究呢认为呢 所谓的种性制度是亚利安人在气候冷化 有车的这个便利的条件之下 南下进入到了恒河平原 形成了在印度的种性制度 这本身不是印度自己的土生的文化 所以从我们看这个印度的这些 今天被大家热议的很多特点来说呢 我觉得大家至少脑子里先应该有一个 比较客观的愿意了解的这样一个态度 我们可能才多多少少能正确的去认识这个 这个印度到底怎么回事 好了 我今天就先这一讲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有多少人了解过去的老冷战 有多少人知道老冷战结束的时候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多少人知道当老冷战结束转为 后冷战时代的时候 以及当后冷战又再转为新冷战的时候 都是哪些关键因素造成的这些转化 我是文铁军 欢迎来到我的观课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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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